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不出来羞涩与内敛 反而狂浪放荡 第二次则是大皇家小黑带着村上飞飞飞 有的人想着 他已经爽了 有的人爽着 但他还在想着 想与爽出水芙蓉 天黑路滑 酒吧复杂 艳遇的秘密 不把自己灌醉 怎么能给别人留下机会 春色满园能关注 仍有红庆出墙来 我想起一个《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里一个故事 耶稣传道期间 法赛利人和文士不承认耶稣 对教训格格不入 处处设法刁难 反对耶稣 他们将一个行淫时 被抓住的妓女 带到耶稣面前 对耶稣说 这妇人行淫之时被人赃并获 摩西律法吩咐我们 应该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样处置呢 罗马规定 犹太人没有处死人的权利 法赛利人和文士实际上是要把耶稣置于进退为谷的困境 耶稣说咋死妇人触犯罗马法律 不咋死就是背弃摩西律法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法赛利人和文士听见这话以后 个个黯然离开 你走吧 我定不了你的罪 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 因为没有人从未犯过错误 声泪居下的妓女从此信心革面 诚实是道德的基石 包容是最大的美德 至此疫情之际 祝大家保重身体 愿疫情从此消逆不在天下浪迹 大众评分4.4仅供参考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看 请保重贵体 片中出现所有情节 剧情等都是虚构 禁止模仿 否则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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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感谢大家的欢迎 感谢大家的支持 后续依然会继续更新作品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哦 敬请期待